现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最新发表谈话 他在这个治国防部人员备忘录当中呢 说确保美国国防部培养合适人员 而且提出保卫国家照顾雇员 以及透过团队合作取得胜利三大重点领域方面呢 特别是在保卫国家方面奥斯汀提出五大项目 包括了列中国大陆为首要步步紧逼的挑战 解决进阶持久性威胁 谈到中国大陆奥斯汀指出 为此美国需要发展正确的运作概念能力 以及计划增强威嚇力并且保持竞争优势 美国国防部将确保面对中国大陆的方式 在计划范围内协调与同步 推进工作优先项目 纳入政府内政以及外交政策的整体战略 还要加强这个强化与盟邦还有伙伴关系 并且获得国会跨党派的支持 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昨天发表的首场外交演说 表明将因应中国大陆挑战列入八大优先工作 同时直言中国大陆是本世纪最大地缘政治考验 还说拜登政府会在新疆人权遭到侵犯或者是香港民主 遭到践踏的时候为美国所信奉的价值挺身而出 强调要是没有这么做的话 大陆会更肆无忌惮 结果中国大陆外交部也出面反批反酸 美国联合盟国的方式是搞小圈子 不得人心没有出路 先来听听大陆外交部怎么回批怎么酸美国 在全球化时代以意识形态划线 拉帮结派稿针对特定国家的小圈子不得人心 没有出路 中美两国历史文化制度不尽相同 在一些问题上难免存在分歧 关键是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但是美国联盟抗中的立场还是不变 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 视讯出席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对谈时表示 美方协助并且鼓励台湾进行国防投资 增强国防实力与威和力 提供台湾不对称战力来自我防卫 持续会对台军售至关重要 戴维森指出印太地区是全球最为关键的区域之一 从现在到2026年期间将会面对不少的挑战 戴维斯担忧中国大陆可能试图改变区域现况 而这样的改变将是永久的 中国大陆寻求新的世界秩序 也就是中国大陆的国家力量比国际法更为重要 戴维斯还花了不少篇幅说明美国国防部 在前两天提出的太平洋威慈倡议 表示这是美国国防部年度预算的优先项目之一 据了解印太司令部已经向美国国会提出报告 将这个太平洋威慈倡议的预算 从2021年财政年度的22亿美元 增加到2022财政年度的46亿美元 并且计划在五年就是未来的五年 要投入273亿美元 印太司令部将利用这笔经费 在包括关岛还有帛琉等地呢 部署神盾飞弹防御系统 还有战术雷达等等这些军事设施 要强化防御能力 戴维斯呢在这个当中呢 被问到对台海紧张局势的看法的时候 戴维斯表示过去几个月以来 中国大陆在台湾还有周遭的这个军事领域的空中行动 都有所增加甚至呢侵入了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大陆海警船也在钓鱼台的海域周边不断的出没 因此协助并且鼓励台湾进行国防投资 增强国防实力还有威吓力 并且提供台湾不对称的战力 协助台湾防卫这点非常的重要 美国政府呢会持续向台湾军售来协助实现 威吓战略也非常的重要 美国智库皮尤发布了一份美中关系调查 内容是询问美国人对中国大陆各项议题的看法 结果显示有89%的美国人把中国大陆当作看作是竞争对手 而不是伙伴 那多数的人认为美国应该在人权经济这些问题上面 对中国大陆表达强硬强势的态度包含了有七成的人认为 即便损害经贸关系也要提升中国大陆的人权 而55%的人支持限制中国大陆留学生赴美就学 另外48%的人认为限制中国大陆以及它的影响力 是美国外交政策现在的第一要务 那相较于2018年的32%呢 这个部分是上升了16% 最后就是呢以0到100分来评价对中国大陆的好感度 有67%的受访者呈现的趋势是冷感 也就是不到50分 跟这个2018年相比那当时是46%又高上许多 当中呢非常不加不到25分的比例 更从23%现在已经倍增到了47% 这里头当中呢还询问了受访者说 如果想到中国大陆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20%的人回答人权 而其中另外有9%还有3%的人 他们确切说出了这个人权当中缺乏自由 以及新疆种族灭绝 显示出中国大陆人权还是美国民众最为关切的议题 华府智库布鲁金斯研究院 这个外国的政策项目研究员 他何瑞恩他现在投书期刊说是这个外交事务的这个期刊 指出美国弥漫的警戒主义破坏美国整体对中战略 并且说夸大中国大陆威胁成为美国政客的武器 美国内部对于大陆的恐慌感不具建设性 不如后执实力跟盟友来联邦 那何瑞恩在这个文中细数中国大陆面临的内部挑战 包含了经济成长随着人口老化受限 要复制向南韩和台湾的制造业成功转型也面临挑战 而且大陆的中央集权弱化 敌地方治理造成列宁式的僵化 才会引发前年新冠疫情在湖北武汉爆发时的出奇的乱象 而中国大陆和邻国的关系也不太好 越来越多的国家明确化和中国大陆竞争的一个态势 而且中国大陆的这个包含食物还有能源都需要依靠进口 万一爆发冲突将会立刻面临短缺危机 到现在中国大陆其实也还没有找到解决之道 而何瑞恩还说 华府之所以形成跨党派对中强硬的立场 来自于北京自己的野心 还有民族主义的高涨 对于中国大陆实力的这个恐慌 升高美国的不安 才会推动华府政策立场的转变 何瑞恩认为这类的恐慌 其实已经证明不太有建设性 因为过度的聚焦要削弱中国大陆的实力 导致美国反而轻视了其他必要的工作 何瑞恩说 因此呢 现在任何利用中国大陆威胁来刺激美国国内改革 或者是克服国内分裂的这个意图 都是必大于利 美国国内的夸大了中国大陆的威胁 将会导致政治武器化 而野心勃勃这些政客们呢 他就是利用了中国大陆来 这个就是攻击对手政策软弱 在国际社会当中 这种方式扩大了跟盟友 还有伙伴之间的分歧 几乎是没有人 跟华府的观点是一样的 就是缺乏了协调的结果 最终可能导致伤害中国大陆的同时 也会伤害到美国自己 何瑞恩他还以前总统川普 当时的贸易政策为例子 说明这种路线引发了后果 他说川普增加了中国大陆商品的进口关税 当时是要使中国大陆矫正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可是实际上 却引发了大陆的暴富 扩大的贸易赤字 最终美国农民遭受损失 美国失去了24.5万个工作机会 而且呢还必须要填补这个纾困 280亿美元 那在美中竞争的框架之下 其实美国有充分的理由保持信心 包含了经济体这个规模 还有能源以及粮食安全 甚至是教育跟世界储备货币 这些部分呢其实呢 对于这个透明都可以修正 这都是中国大陆没有的部分 美国人应该要保持信心 面对中国大陆的崛起 而且呢还要推动这个北京 为跨国挑战做出更多的贡献 包含这个全球疾病的监测系统 还有推动全球经济脱炭 而且呢更要关注美国自己 强化自身的实力 而不是一直聚焦在如何要拖慢 这个中国大陆的步伐 华府也应该要极尽的所能 来复兴美国国内的一个活力 来重塑国际的声望 还有全球联盟跟伙伴的这个网路关系 这才是中国大陆拿不走 也夺不掉的 现在美国之音中文网报导 拜登上任以来 华府和北京其实都有多次表示 两国在因应气候变化方面呢 有共同的利益 愿意在这个领域当中呢 来相互展开合作 可是呢中国大陆宣布的 这个节能减碳目标 是力证2030年之前 碳排放达到高峰 到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 外界批评说 依照这个目标的话 其实中国大陆 还能在将近十年的时间之内 继续的大量排碳 而美国现任气候问题特使凯瑞就曾表示说 中国大陆是世界上少数几个 没有承诺在2050年之前 实现碳中和的国家 毫无疑问 美国根本不希望这个部分会持续下去 因为美国现在这个经济政策研究所呢 他们有专家表示 美中两国在这个减排承诺方面 其实存在有巨大的差距 口头上说呢 气候领域容易合作 实际上魔鬼似乎是藏在细节里头 专家指出中国大陆是全球 现在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 可是根据巴黎气候协定 中国大陆到2030年之前 都不用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这实际上也会使得中国大陆 在这个气候问题上面 难以取得有任何有意义的进展 以上是全球现场为您掌握最新状况